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关于艳遇的梦 大家好 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T 今天小T给大家讲一部 四名爬手为了救一个女人 选择和江湖老手比拼偷窃技术的电影 文雀 文雀是小偷的别称 他们向来以窃取街上游客的钱包为主 过着黑暗简单的生活 骑是一名专业的爬手 闲时喜欢骑着单车穿梭城市 这天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神偷骑和自己的几个同伙 相互配合 假装不小心撞到路人 实则是趁机偷走他们的钱包 把钱拿出来之后 再把钱包悄悄地放回去 在四人默契的配合下 他们满载而归 骑经常骑着单车 拿着相机捕捉周围的点点滴滴 生活倒也是怡然自在 这一天骑的镜头捕捉到一个使人迷恋的景象 神明女子珍妮出现在中环 犹如一只雀鸟般被追捕 骑连忙按下快门 记录下这心动的瞬间 而骑的兄弟老二则是来到赌场 她的手气可以说相当的好 珍妮来到老二身旁坐下后 两人便约着到外面一起喝酒 起了贼心的老二 本想灌醉珍妮 趁机偷走她手上的手表 谁知珍妮没被灌醉 自己反倒喝得烂醉 等她醒来的时候 自己的表已经被珍妮偷走了 之后珍妮又换了一身行头 分别在电梯和汽车的路上 装作偶遇老三和老四 两人成功被珍妮的美貌给吸引了 从此 四人就彻底被来路不明的珍妮 给迷得神魂颠倒 每天都露出如沐春风的微笑 被珍妮撩拨得欲罢不能 他们殊不知的是 危险正在慢慢靠近 隔日奇想往常一样 来到巷子中拍照 她从相机的画面中 看到珍妮匆匆忙忙离开的背影 于是奇变连忙收起相机 追了上去 等待看到珍妮后 才突然发现 这是一个圈套 这个酷子珍妮背影的人 其实是男人所办 只见珍妮被一群大汉打倒在地 自己的手也被人用钉子 狠狠地砸了下去 受了伤的她来到餐馆吃饭 才发现老二和老三 身上同样挂了踩 不是腿伤就是手残 而老四则是被打破头 在医院治疗 三人同时说出事情的经过 才发现 兄弟几人受伤 都跟那个女人珍妮有关 随后三人便一起来到珍妮的住处 直接将她逼上天台 出于内疚 珍妮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她是一直被富豪老头霸占 虽老头对她很好 但是为了不让她离开自己 直接夺走她的护照 珍妮这样靠近其他们 就是想让他们帮助自己拿出护照 但没多久就被老头发现 她直接叫手下的人 揍了其他们几个 兄弟几人听完后 都想英雄救美 可作为大哥的其 并不想让兄弟们去躺这趟浑水 他们兄弟四人还因此起了内讧 最终除其以外 剩下的兄弟三人 选择离开其去帮助珍妮 这天他们打听到老头在医院后 便装作病人 趁着护士离开的时候 趁机从睡着的老头身上 换走那串钥匙 两人家钥匙绑在气球上 扔给楼下接应的老四 但老四一个不注意 气球上的钥匙 就被一个小孩给顺走了 等待三人消息的珍妮 看见小孩身上的钥匙 并一路跟了过去 这才发现 那小孩是老头身边的人 就这样 珍妮又被抓了回去 老头则在车上嘲讽珍妮 像有天骑骑着单车来到街上 发现墙上都贴满了 他们兄弟四人的照片 上面还写着 他们是扒手这几个字 骑联系不到兄弟三人 便连忙骑着单车赶了过去 正好进楼 就被一个胖子给拦住了 随后便跟着胖子来到老头家里 骑的三个兄弟 也被抓进老头家 老头觉得他们很仗义 但还是少管别人家的闲事 骑答应后便打算要离开 老头的一番话让骑愤怒不已 老头之前就是靠偷窃才发家制服的 他直接嘲笑骑的偷窃技术 简直就是水三脚猫 兄弟三人离开后 骑忍不下那口气 便独自一人回到老头家 靠自己的本事 说服老头放了珍妮 他拿出护照丢在桌上 扬言只要能带着珍妮的护照 从上环走到中环 就彻底放过他 于是老头带着手下和骑 在下着雨的街道上 进行着偷窃技术的大比拼 刚上场的几个人 脸上看似带着杀气 却和骑擦肩而过的时候 被割下裤子 他们大眼瞪小眼 别提场面多尴尬了 紧接着 有两人准备偷走护照的时候 骑趁其不易 用雨伞甩了他们一连水 结果惊慌失措中 误把口中的刀片吞进肚子 有两人趁机偷走护照 丢给了对面的老头 这样还没结束 骑的三个兄弟成功 抢回老头手上的护照 而老头手下打算再次偷走护照时 不小心划破其的手 按照规矩 刀片一旦沾到血 那就意味着偷窃失败 按照承诺 老头放走了珍妮 自己则留在车里哭了起来 拿到护照的珍妮和其兄弟四人 道别后便离开了 他们也恢复以往的和气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爬手玩弄感情影响是大的 当珍妮脱下项链那一刻 同微文确 她才明白自己 不应该玩弄感情 不然也不至于失去自由 最后老头的认输 还别人的自由 也还自己一个自由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